李盈盈尴尬了,想要的望尘莫及,不想要的导送上门来,今天一个消息在网上传了开来,美国排球网站Volimap评选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排比赛的最佳阵容,作为冠军队伍中国队肯定是要占据大席位,球迷们先不要激动,我们睁大眼睛看一下,MVP,朱婷最佳主攻,朱婷,金阮景最佳二传,丁霞最佳普攻, 普莱姆吉特,梁孝珍最佳接应,李盈盈最佳自由人,经上秦会看后你有何感觉,朱婷或MVP那是板上钉钉的事,韩国虽然输给了中国队再输给了泰国队,但金阮景的表现那也是可圈可贬,老将雄风游在,朱婷可是谦虚,但说他的偶像可还是这位姐姐哟,两人同当最佳主攻导演夫人,当人有点感觉不伦不类, 可是我们的18岁小将,李盈盈,竟然拿了个最佳接应,有点让人哭笑不得,这个奖项那可确确实实,应该是我们的小宇宙公祥语的,你不给小宇也罢了,你不给这样如何高了一样的乱来,球迷谁不知道,李盈盈在和菲律宾一战, 终止替代公祥语的位置打了几分钟,而且小李子表现平平,那是相当的别扭,最佳接应不给公祥语不说,最佳复工还不给我们的小苹果园新月, 美国排球网站Volimob的低级暴露无遗,如Volimob想靠依靠我们的李盈盈,掏一下李盈盈的欢心,你可单独在最佳主攻后搞一个二,加一,这可是李盈盈最想要的,你搞个最佳接应给她,你说她心里是个啥滋味。